我不知道大陆现在有没有这个 但是以前比如说我在台湾念过书 在香港念过书 我发现在这两个地方呢 每次到那种大型考试的季节 比如说台湾的大学联考 香港的这个大学的这个会考啊 这种考试的时候 高级会考的时候 总会呢就出现一个情况 就街上那些穿校服或不穿校服 你知道他是要考试那些男男女女 在图书馆啊 台湾的什么K书中心 像是校园一个混 那基本上都不是来念书的 基本上是来谈恋爱的 或者等着谈恋爱的 那时候 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是高考爱情吗 你们那也是这么高吗 这是学生的革命情感 是吗 我跟一个男孩子说好 要考上第一志愿 这是互相砥砺的革命情感 你不是北一女女校吗 你哪来的什么跟男孩子说好 就是因为女校你知道 三年下来 你大部分时间都是跟女孩子在一起 我们学校里面男老师 积压的那个内四个 内与分明明的能力 宣秦的女孩 我们看 我觉得这还刚才说朱天心的时候 这学姐的时候 朱天心朱天文就她学姐 对对对 学姐都已经跟建中男孩你知道 都还是有前手看电影的时候 对对对对 那两个学校 台湾最好的这两家学校 是很近的 走路15分钟 男校呢是早放学10分钟 所以一放学就都到他们那儿 一个女孩有没有行情 走出校园 就知道有多少男孩子在外面等 但是我们觉得就是比考100分 考第一志愿好像更重要的 对对对 你说你继续说我很有兴趣听 那个那个 你那个男孩子 你想想看我们在单性的 就一个性别的学校待那么久 你只有走出校园 然后呢才是解放 而且以前我们在 倒也没有同性恋 哦那倒还好 然后你才是解放 而且家长管得特别严 你也不可能说 像现在年轻还可以唱KTV 没有 我们那时候没有 所以呢唯一一个合理的理由 就是去补习班 去K书中心 然后可以看到所谓 知道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外一个性别 你知道就在K书中心 怪不得我以为我一次去台北 我在那个火车站对面 这个市中心那个地方 我们到补习间 晚上都是学生啊 我我这一路在那感慨 这个学习气氛真好 背背后都有 所以他这个台湾是这么高 但是怎么 我们大陆不需要 为什么我们现在有外国人来 格空外援 对有外援 我们看看这个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异性吸引力了 这个照片里面的呢 就是风靡我们万千中国男子的昌景空 他这书本是显得挺好的 对 昌景空呢 特别给我们的高考的同学们打气 高考加油吧 于是同学们都很兴奋 好 还有人 我看网友还回帖说 为了这几个字 早知道再考一次 今天有昌景空加持 这几个字再考那不值得 除非你说昌景空还有什么给你 对不对 那就没意思嘛 是吧 所以你看 其实很多考试这个东西 我们过去看的时候 我觉得是有时候把它看得太便宜 就总把考试当成就是 什么压力很大什么 所以它很多东西 你回家起来一些考试那个阶段 还是有些很好玩的时候 好